好香啊 这就是平时他吃的吗 对 我觉得像面包啊 看起来 对 我们制作的那个样子就有点像面包 方方的 长方形的 你看这边有圆圆的 这边是圆圆的 这边是方方的 你看我看到了什么 月饼 对 我们中秋节快到了 然后就为大熊猫做了特制的月饼 窝头月饼 窝头月饼 对 所以说第一个悬念解开了 大熊猫过中秋节 要吃的 其实跟人一样 也是月饼 专门要拿这样的桶给他装吗 对 因为我们现在是去送月饼 我们一样都送月饼 对 拿了几个呢 我先拿十个桂 我要他抓好 贝贝 他不会理我 贝贝明天要吃多少东西 贝贝他这个精药是每天一千克 一千克 对 然后他的竹笋是五公斤 然后竹子的话是二十公斤 然后还有每天会给六百克的胡萝卜 然后两百克的苹果 抓好 贝贝平时最喜欢干什么 吃 贝贝的爱好就是吃 他对吃比较敏感 只要有吃的 他立马就过来了 你带贝贝多长时间了 半年了 半年了 嗯 他刚开始的时候跟你好吗 他其实也不是说好不好吧 只要你喂他然后刚切住的时候也会这样爱心饲养 让他熟悉你熟悉你的声音和味道 然后这样每天给他吃的 他就会知道你是他的饲养员 然后听到你的声音的时候 然后他立马就回来了 会看到你的时候 他会表现出很亲切的样子 很亲切是吧 很亲切的样子 他施益能力强吗 施益能力蛮强的 嗯 小心一点 太乖了 小心一点 他还没吃饱是不是 他还想吃 他还想吃 他在干嘛现在 要吃的 要吃的 他在干嘛 撒娇 像你要吃的 对 他这种就是还没吃过 还想你再给他吃的 然后他就不听了 像你撒娇啊 嗯 然后在地上打滚啊这些 你都看得懂他的肢体语言了 是吧 想表达什么 看得懂 我这样就是比较着急 看到我端了吃的 然后又没给他 然后他又比较着急 然后就不听了给你撒娇 然后表现得有一点不耐烦的样子 比较着急 但是不能给他吃了吗 当然 因为差不多这些就够他的了 然后他主要的时候 刚刚我们已经说了 他主要的食物就是竹子 那么一会儿还会去吃竹子是吧 对会 他是女孩是吗 对 哈哈哈哈 没走哈 来我点一下 对 这是大熊猫吃的第一餐是吗 嗯 对 他在这之前吃什么不 嗯 会吃竹子 嗯 我们早上来打扫卫生的时候 会给他 嗯 加上新鲜的竹子 然后让他吃竹子 嗯 然后打扫完以后 嗯 今天竹子给他加在外运动场 然后把他放到外面去吃回竹子 然后就给他这个养养餐 我们来听一下大熊猫吃月饼的声音哦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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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这次去干嘛了呢 调整一下姿势 啊 调整一下姿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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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知道 他可能是听到旁边那只猫 然后弄的响 因为他比较胆小 有的时候很意外的一个声音 他会就是比较紧张 会 嗯 然后他确定安全之后又坐下来再吃 对 好聪明啊 我们大熊猫 他很爱干净 嗯 嗯 他 大姑娘的那种 他 那个排便的地方都是 这边 然后 很少把自己弄得脏脏的 听到不熟悉的声音 他会 紧张 很紧张 然后回来 来 嗯 最开始这样的训练难吗 就是 让他把手抓好在被吃的 也不算太难 因为大熊猫 他也比较聪明 嗯 在小的时候 训练他的时候 你 引导他 用食物引导他过来 抓着这个架子 然后 他就会知道下一次 多训练他两次 他就知道抓这个架子 就会有吃 嗯 所以他们都很聪明 哇 吃的好香啊 黏牙 黏牙他在干嘛 可能是沾到他牙齿 可能是沾到他牙床上 他自己在掏牙 对 可能是太黏了 沾到他那个牙床上 太可爱了 你大熊猫就是孩子 是的 真的 黏牙要转移 其实 七种不能吃太多 你现在七种已经差不多了 是的 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营养餐 就不能太多了 好好好 但是像冰朵的话 吃两个 就就就 就刚好 对吧 然后贝贝的话 就可能觉得两个不够 但是为了控制他的体重 又不能给他吃的太多 因为贝贝是在控制体重阶段 嗯 看他这个月饼特别好吃啊 周师傅做的这个月饼太受欢迎了 你看 贝贝跟云朵都觉得不够 吃的不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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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 这人这个叫做啊 做好 能吃的不够 他觉得不够 可以睡觉 一会儿 吃吧 好